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中国南南 关注一下目前一个比较火热的话题 就是周琦代表四川队打全运会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目前闹的是沸沸扬扬 辽宁队也是气不过 体育局直接派发言人在公开媒体上 公布了这些事情的细节 也坐实了一些传闻 因为此前就有传闻四川队之所以能够让周琦代表自己打全运会 是给了他600万的薪酬的 那600万其实说实话 全运会他只打无场比赛 平均一场球要给他120万 这个价格的确是非常的高 那这个事情也是让辽宁球迷非常的不满吧 毕竟在周琦和新疆队闹得比较僵的时候 大部分的辽宁球迷还是站在周琦这一边的 给予了他足够的舆论支持和声援 但是现在周琦的这个做法 从情感上站在辽宁球迷的角度上来看 是很难接受的 当然从规则上来看的话 因为辽宁体育局的这个发言人也做了解释 毕竟他和辽宁队签署的全运会的合同已经结束了 理论上是属于自由球员 这个也是为什么周琦敢绕开辽宁队 不跟辽宁队沟通 完全就跟四川队签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他们是在按章程办事 只是说这个章程之外还有人情 那这一块来看的话对于辽宁队是一种伤害 估计也就是这个行为让辽宁体育局做出了最后的动作 决定向国家体育总局和拦写进行申诉 希望能够让辽宁队获得对周琦下一届全运会的使用钱 也就是希望四川队不能够考虑白马把周琦挖走 那这个事情能不能成呢 我觉得短期之内是不会有结果的 尽管说现在网络上已经有一些谣言说这个申诉已经失败了 但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申诉的流程会非常的长 甚至今年都不会有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第一个 对吧 这个全运会到2025年才举行 有足够的时间 让蓝鞋和体育总局来处理这张申诉 另外现在是中国蓝鞋 包括中国南蓝和周琦本人 最为关键的是 他们正在备战即将开始的南蓝世界杯 你不可能说让这个申诉去影响运动员的一个发挥 今年中国篮球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上打出好的表现 重返巴黎奥运会 所有的事情都要为这件事情所绕路 所以说总局和蓝鞋肯定会出手 搁置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的结论 最快最快 也得等到世界杯结束之后 而且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世界杯结束之后 马上就要进入下赛季的CBA的联赛 那现在周期加盟哪支CBA的联赛 还不好说呢 这件事情也要去处理 那有个轻重缓击 那这个全运会的事情 只能继续的往后延 而且世界杯打完之后 还有在本土举行的亚运会的比赛 因此今年中国南南国家队的赛事 是非常密集的 在家砸上联赛 又牵扯到周期回归的问题 所以现在网络上关于辽宁申诉失败 或者说是申诉成功的这种谣言 肯定全部都是假的 在今年年底之前 这件事情应该都不会有一个确切的结果 我们只能够去静待这件事情 最终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结果吧 而且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 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很有可能也会让体育总局 让兰协必须要去做这种慎重的考虑 因为一旦周期这个事情申诉成功了 或者说是申诉失败了 很有可能会给其他的运动员和运动队 各省体育局代表队提供一些案例 他们就可能会效仿类似的事情去做 因此这件事情单单处理的 不仅仅是周期和辽宁体育局 四川体育局之间的矛盾 更有可能会对以后全业会的发展 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是一遍的影响 没有明显的影响 没有明显的影响 没有明显的影响